暫時不開放 餐廳內用 不過他的夜市是開放的 他夜市是開放的 我們看基隆 基隆 封閉型的景點 容流量降載到原有的百分之四十 下午四點之後 禁止入園 那換句話說四點之前可以 但是容量要特別注意 禁止水域活動 包括廟口修飾到七月二十六號 哇 你去基隆不去廟口 那所以基隆廟口 等於是沒有開放了 來新北 餐飲業一律不准內用 都要採外帶 嘉義市 三大夜市 在下週二 復業採外帶 不內用 復業然後採外帶 我們看一下臺南 恢復部分的文化古蹟 觀光景點跟這個風景休憩區 仍然必須落實嚴格的人流管制 夜市鼓勵外帶 你不用想逛了 來嘉義線 開放阿里山林業區 包括一些森林 還有一些戶外的一個場域 室內展示教育館暫時不開放 阿里山這個林鐵呢 系列的部分持續停止當中 好 高雄以博爾等戶外活動 優先開放 室內的密閉空間要依照人流管制 這是在高雄 高雄在過去這段時間 他的措施很多人會跟進 宜蘭跟得很好 但是我們看宜蘭 宜蘭現在這樣子 他告訴我們說 五風旗 礁溪溫泉公園等線管的 十六處風景跟水域 仍然維持三級警戒 一直到宣布解除 來 所以換句話說 他是不開放的 宜蘭這個地方是不開放的 來 這個張宜蘇老師怎麼看 對 我們過去防疫之所以能做得好 原則上是有三個層級 基本上在運作 第一個層級叫CDC原則性的 基本上給建議 第二個層級呢 是行政院基本上需要做規劃 各部會吧 不論是交通部啦 或是內政部啦 或是經濟部等等 但是最重要的還有第三個部分 叫做地方政府去執行 這三者之間 基本上能夠好好的協調 好好的溝通跟規劃的話 那問題就不大 不論是我們說要做防疫緊縮 或是要做開放嘛 更何況過去台灣做得好 還包含剛才我說的是 中央跟地方的行政層級的 這個配合關係之外 還包含什麼呢 政府跟企業 國家跟社會 甚至中央跟地方政府之間的 這個合作跟協調 所以剛才大家所說的 我覺得都同意 只有第一點很重要的地方是什麼 更細膩的規劃 因為處在這些中央跟地方 國家跟社會 政府跟界之間 台灣最成熟的公民社會 是還有很多的中介團體跟組織 不論是民間的公會 或是許多的團體組織 他可以扮演媒合 或者是去做中介的這樣一個角色 第二個是什麼 我之前在節目講過 在緊縮跟開放之間 真的要非常非常注意 我講的是新加坡跟南韓的個案 去年新加坡有一度 基本上疫情趨緩 他就開放 結果沒有想到 開放兩個月之後呢 又迎來一波新的疫情的高潮 為什麼 因為新加坡進行國會大選 前幾天我講南韓的個案嘛 說要給台灣也很重要的警戒 南韓民眾覺得說呢 當我的疫苗都打了三成了 全南韓已經有1500萬人打疫苗了 打第二劑都已經有一成了 雖然有人確診了 但是死亡跟重症的比率呢 基本上就下降 所以南韓政府也解封了 帶來新的問題是什麼 帶來新的問題是 單日確診人數破1200人嘛 有兩個產業是重中之重 第一個叫餐飲業 我那時候講說 給台灣很重要的參考 雖然韓國有他的共識文化 而且群聚效應的比台灣更為明顯 第二個是呢 大家在討論的最具爭議的部分 就是文教機構 特別是呢 不是只有學校喔 也就是說類似像補習班啊 或是說呢像幼兒園這些啊 他的感染也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所以這兩個他山之石呢 是可以工作的 第三個我要說的是什麼呢 譬如說台南的宗教團體相對較多 所以說呢就有人問黃偉哲市長說啊 那宗教團體的活動啊 在台南可不可以進一步的解封 大家想到宗教團體會想什麼 想到台北市的清真寺嘛 台北市最早的這個感染 其中一個源頭就是清真寺嘛 而台南的宗教團體啊 的比例相對較高 黃偉哲市長跟大家講是說啊 原則上宗教團體的活動呢 不予開放 為什麼 南韓的個案又告訴我們嘛 什麼新天地啦 或是我說的清真寺啊 因為他一定處在封閉人很多 必須要進行宗教儀式 不免呢一定跟人啊 之間是有互動的 這是台南的狀況 我覺得這個中央就是內政部嘛 你內政部啊 基本上就應該要有一個 律定的標準 不要讓地方政府啊 基本上呢各自為政 或是說我們說防疫很重要的地方是啊 CDC地圖的原則是什麼 你地方政府啊 原則上只能比他更嚴格 你不能比他更寬鬆啦 如果你真的要自己去做決定的話 就跟他說非常好嘛 雖然呢這個夜市為解封 或是說餐廳為解封 大家大部分呢 都比CDC給的原則更加緊縮嘛 你不能內用嘛 第二次呢 我剛才說文教業 我很多百工百業的朋友 西北上 在這一波疫情過程之中呢 一定受到影響 譬如說我很多做文教界的朋友 做補教界的朋友 他們苦不堪言 為什麼 現在暑假本來應該是他們的熱忌啊 什麼意思呢 一大堆夏令營啊 或是啊 學習成長營啊 本來應該是在這個時候要辦的嘛 他們一聽到7月26之後呢 才考慮啊解封啊 快昏倒了 因為所有活動呢 早在半年前都已經規劃 或是發包了 場地呢基本上都已經訂好了 現在該怎麼執行 教育部是不是也要考慮到 書讀書 記者 李宗盛 文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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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靡